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好 先来看看文艺新闻 在搞笑连续剧《快乐单身派对》中狠出风头的喜剧演员迈克·李查兹 最近可是日子难过 在一场演出中 他竟然用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语言 侮辱黑人观众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迈克·李查兹在洛杉矶著名的喜剧工厂表演中失控 当时有观众细罗他的笑话讲得一点也不好笑 迈克破口大骂 其中还带有多个重复的种族歧视的词语 引起观众强烈的不满 李查兹11月26号在耶西杰克逊牧师的广播节目中一再道歉 我很抱歉 我对惹恼了非洲裔美国人团体感到非常非常抱歉 作为一个表演艺人 我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是事情发生了 都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当一个桥梁 从里到外 来开始弥补我的过失 保佑大家 杰克逊牧师说 一个简单的告歉并不能弥补创伤 第一步是要意识到你错了 第二步是毁过自新不再自大 第三步让时间来让你重新赢得信任 这也是康复的开始 加州的Napa酒庄非常的有名 如果你看过电影《杯酒人生》 大概还记得那里漂亮的葡萄园 不过最近爱喝酒的人 大概会经常念到Yapa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Yapa是北卡罗莱纳的农夫们 对他们的葡萄农庄亚肯的爱称 在人们的印象里 北卡以盛产烟草而出名 比如弗兰克霍森 他家祖祖辈辈都种植烟草 但是一切正在改变 吸烟的人越来越少 和烟草有关的官司越来越多 对烟草生产者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 让弗兰克决定另谋出路 六年前弗兰克决定改种葡萄 六年来尤其是雅肯的农庄 很多农夫都和弗兰克一样 不种烟草种葡萄 如今北卡的葡萄酒业一军突起 不但在国内频频获奖 有些甚至还能和世界顶级的葡萄酒庄抗衡 与此同时葡萄酒庄也带动了旅游业 哈纳把它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宅改成了民宿 而这家旅店的工作人员则表示 他的客人有90%都是来葡萄园品酒分光的 对北卡很多方面都好 增加税收旅游收入 小农庄贯穿北卡 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已经长大成人了 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吃父母的用父母的 在中国比较普遍 有人把这些年轻人戏称为啃老族 但是在美国以前可是很少啃老族的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却在改变 一项最新的调查表明 现在在美国的年轻人中 那25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 25岁的托德汤森 住在纽约郊外的一栋大房子里 不过这是他母亲的房子 托德是不得不搬回这里和妈妈住 他的银行账号里有五万美金的负债 这大部分是他念大学时的学生贷款 对于男性雇员来说 他们的起薪比30年前要低 25岁的乔虽然在赌场有一份工作 却无力养活妻女 他也选择了和父母同住在圣路易斯的房子里 有那么多账单要付 而你自己又有小家庭要养活 有时候你实在别无选择 凯西斯科道是25岁的威基一书的作者 他说 20出头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去念研究所 可能准备给自己的财务状况一个良好的开始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在房租上呢 事实上 从1970年到现在 搬回去和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增加了50% 搬回家住意味着免费的食物 有人给你洗衣服 但是与此同时 问题就产生了 和朋友出去我遇到女孩子 第一件事就是和他说 你知道我还和我妈住在一起吗 这让托德觉得很没面子 而对父母来说 这也意味着额外的开销 事实上 托德还是付给母亲房租的 但保持彼此的个人空间 予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给他洗衣服 他也抬我发火 我当时说 我是大人了 那我自己洗自己的衣服吗 现在托德在酒店找到了工作 他希望尽快还清贷款 早点独立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姜饼屋在哪里吗 它就在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商城里 这个巨大的姜饼屋 光是用在上面的糖果颜料 居然就超过了一吨重 11月23号 吉尼斯世界记录 最新公布了全世界最大的姜饼屋 它就在明尼苏达州的美国商城里 这个高达67英尺的姜饼屋 是由罗杰 皮切尔和他的搭档们 花了1700的小时 用了整整9天的时间搭建而成的 这个1496平方英尺的姜饼屋之最 花费了14250磅的姜饼 2750磅的糖和一阵多重的糖果染色剂 世界之最将饼屋已经对外开放 时间从11月24号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结束 来一新闻之后 我们要为您介绍两部演下非常火爆的电影 皇家赌场和快乐角 最新的007系列电影 皇家赌场 终于和观众见面了 当初导演选择丹尼尔克雷格演邦德时 一些邦德迷们还专门成立了网站来表示不满 电影上映之后呢 丹尼尔的表现最终让邦德迷们 接受了这个全新的007 但是丹尼尔的表现虽然出色 在票房方面 潇洒的邦德却不是一只爱跳舞的小企鹅的对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让我们赶快来看看 美国王花筒记者博弗制作的好男的快递 电影007情报园系列的第21集皇家赌场 捧住了年夫立强的英国演员